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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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吓了我一大跳 我正在准备要讲你的片单 讲我的坏话吗 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 你是我这么好的朋友 为了你我刚刚怕被你发现 我刚才躲在桌子里在躲很久 真的假的 谢谢 我连进来都要搭着他间走进来 你同时都以为我是变态是不是 我决定明年开始我生日要请假了 不然的话我真的会造成你们太大的困扰 因为我来上班大家都要想怎么样 来给我一个惊喜 这样真的造成大家太困扰 大家想要整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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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节目还是要进行 我们的重点还是在那个 聊一下什么 聊一下 你今天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不是生日愿望吗 就大家不要再一直跟我强调 50岁生日快乐这件事情 我刚不小心打开我的手机 每个生日快乐前面都有 50岁生日快乐 不大家说看不出来50岁 看不出来 可不可以放过我 不要再讲50岁 看很像25岁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这个祝福 谢谢 谢谢我的同事们 真的非常谢谢 每年都因为我坚持喜欢 在生日当天上班 以至于大家都非常困扰的 一定要帮我准备一个蛋糕 这样子 你就说 对啊 你要吹蜡烛 蜡烛吗 好啊好啊 那就让我吹一下蜡烛好了 实敬庆生 蛋糕隐形吗 没有啦 这个蛋糕还好 好谢谢 来来来来 帮我拍个照 好好笑 好 谢谢 那我要许愿吗 3 2 1 好我许愿就是那个 真的是 大家都健康快乐 然后 小孩都很乖 老公也很乖 小孩 小孩不要早上起来都给我大便 哈哈 喜欢节 希望他赶快脱离那个小孩 这个 那个 让他睡眠不足的状况 那 身体健康最重要 然后 一样的 就像我在脸书上说的 希望呢 50岁的自己 接下来能够 嗯 想办法让自己的人生 有多一些的余裕留给自己 然后也可以接受 真的能够接受自己 就是 呃 不再很努力的去做些什么 其实也是可以的 哦 你好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不要过度努力 因为我在两天一直在想 哦 就是 跨过50岁对我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上礼拜中午之对我帮助颇大 他让我理解到一些事情 那希望 呃 我的生日希望我也送给大家 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的生活 留点愉裕 然后 呃 真的我们很努力了 很努力了 就告诉自己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我就算 放松一点点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没错 降低体脂肪 降低体脂肪 哈哈哈 谢谢大家 那我吹一下蜡烛了 好谢谢 哎 真的是那个吹不洗蜡烛 吹得洗啦 真的吗 哦 好 谢谢 小嘟嘟都想吹蜡烛了 好 那个麻烦 谢谢哦 谢谢同事们 谢谢 谢谢西关节 担任这个神秘嘉宾 吓到我了 吓到你了 吓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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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子 好 那我们回到节目的这个内容 要讲的就是最近的好看片单 我这两天去看了你推荐的 哪一个 你看哪一个 你两部推荐 你是不是有 之前有推荐那个酒龙 酒龙存在 酒龙存在之围成 我跟你讲 真是有够好看 打架打人精彩 我觉得那个是我看过香港片 我觉得最好看的 就是打架的那一种 我觉得我老公讲了一个很有 很有 深度的评论 对 他说现在的港片 其实有拍出韩 韩片的味道 你这样讲香港的无数人员应该会想要做 他有结合 因为韩片的那种动作没有那么的漂亮 跟香港比较差很多 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差别是什么 因为港式的舞蹈 毕竟早期是根据这些所有的精具的这些 雜耍这些技艺 然后组合起来的一套 但是呢 港式的舞蹈 当然也有 以大量的这些所谓真正的拳术 比如说红拳 泳春其实没有那么多 红拳其实是一个很大众的 所以从红拳啊 然后还有那个 像霍元甲霍家拳 这些 他们其实好几个拳法拳术 都有流传下来 所以他们基本上把很多古代的武学 是有套在他们的动作上面 设计上的 但是呢 后来大部分的港片呢 慢慢的加入了所谓的MMA 就是那种综合格斗技 那这样的技法呢 其实在真子弹身上 是做最多的 综合格斗技 然后当然还有慢慢加入什么巴西楼术这些 所以港式的舞蹈呢 从一开始你很习惯 比如说像成龙那一套的 然后慢慢的到武侠片那一套的 再到现在加入真子弹这些动作片 到现在你老公讲这个 他其实是具有武侠风的动作片 但是港式的武打呢 他就没有要去追求所谓的套招的美感 港式 韩国的这种武打 讲究的比较是真实的 对 他讲的就是很真实 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我看港 就是香港的那个武打片 我不会有那种 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 我看我抖一下 我不敢看就是那个好痛那种感觉 以前我真的不觉得 我这一部看了 我觉得超级无敌痛 可是真的打得好漂亮 而且超有诚意 从头打到尾 我跟你讲真的太 我跟你讲我老公啊 看完之后跟我说哇塞 他说 他说我想不起来我上一次在电影院没有睡着 是什么时候 这一波他这个从头没有睡到尾 从头都没有睡着 我感谢你老公 对这部真的不错 然后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讲这个今天要来介绍的 要快快讲了 艺文铜乐会近期好看片单推荐 让我们欢迎资深影评人细观节 谢谢细观节今天担任这个 这个 惊喜小天使帮我送了蛋糕进来 好那我们要赶快来讲一下 可能还应该找到你脸上的 不要这样子 这样让你50岁生日难以忘华 你干嘛一直提我刚刚的时候说我的生日 25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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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像我朋友就这样讲 恭喜你第二个25岁生日快乐 有啊其实你很像第二个25岁 不不不你也像第一个25岁 糟糕了 好那来讲我们今天有五个要讲 第一个是先串流的部分你要介绍两部 嗯一个是在Cash Play Plus上面上架的 这个光是听这个片名呢 你应该就会有点心痒痒的 这个剧名叫做西班牙AV帝王 Nacho 这个作品呢现在 他在上架之后呢 因为他的尺度其实蛮惊人的 所以喔 其实他的收播表现也不错 第一集呢 因为这是改编至西班牙真人实事的 一位从去演AV南忧的他如何崛起 他在当演员的过程当中 他一路从西班牙的本土产业进军欧陆的一个情色业的大宗 你一定料不到他情色业大宗居然是要去到匈牙利 匈牙利那一段呢他又在欧洲的发光发热完之后呢 他又要去挑战情色产业界的大联盟 就是要去美国洛杉矶 这个中间这位就是演那个 没错就是演Nacho 这位男明星 然后他的本人呢 身高比本尊矮一点点 本那个这个演员的比较可爱 可爱又有肌肉 然后我跟大家稍微警告一下 这一出千万不要跟爸妈或是跟小孩一起看 先下好景欲喔 会有点尴尬这样 很尴尬吗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大家都尴尬 不会就是老公你可以自己看 老婆你也可以看 对 真的喔 对 不是 可是他竟然是 他就不是 因为他演的是AV帝王 他就是演他怎么崛起 然后从演员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拍成这样 一样是非常的大尺度吗 有蛮大尺度的 真的喔 有有有 而且但是我们当然不是用完全猎奇的心态 在看他的裸露而已 他要跟你讲说 他在这个产业打滚的过程 有经历了哪些真正的煎熬 以及他又要去如何面对这个产业的一个地变 然后他们这产业很特别的是 因为这些男女之间的 的长时间的工作 他们其实很长 另一半就刚好就这个同一个产业的人 那你又是另一半在这个产业的人 你难免在系里 系外都有可能插枪走火 这个插枪走火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真的不小心来电了 另外一种是真的出事了 所以这出呢 你看的过程当中 人性的各种摆态呢 也可以浓缩在这八集里面 所以各位在看的时候 应该会觉得这个节奏 也是蛮快的 我认为应该 之后应该会有第二季 哇 而且我就是讲说 你有剧情有剧情 有演技的挑战 有演技的挑战 有你想要看的 感官刺激 也有感官刺激 第一集就有了 而且很大颗 好那今天我的那个生日电影 就从这一部开始 你看完第一集之后 你会 你应该会想问我说 那个是不是真的 第一集最后 几分钟 你给我觉得 是不是真的 那一根那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 你这个 这会被剪掉吧 不会吧 我什么都没有讲 好 那一根香肠 好 好探索西班牙AVD王 Nacho 这个 这是在家看串流 Catch Play Plus 有的 这第一个要介绍 然后第一个是 Netflix 幸福房屋事件部 一直被推播 这个蛮多的 因为我的Netflix 都一直跳出来 今天最近又上架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部一直被推播到 这个在很多平台都有播 我记得是蛮多的 所以 不光只是Netflix而已 那因为这个是 呃 陈婷妮她饰演一个 她的防众达人 然后她要带着她的 防众助理 就蔡凡熙 他们两个人要去完成 寻找哪里有凶宅的任务 那这个凶宅呢 当然在故事里面 他们设定很多凶宅的地址 那写的都很像 有那么一回事 当然不会有真的是 把人家真实的地址写出来 都是一个虚构的地址 然后在找每一个凶宅的过程 后面都隐藏的这个凶宅 为什么会出事 那出了这些事情之后 那这两位 陈天宁跟蔡凡熙 他们要如何去协助呢 故事就是因为蔡凡熙 她有一个阴阳笔 她可以用嗅觉 嗅出哪里有问题 她认为 只要她嗅觉 察觉这个地方的味道 异于别地方 她知道这边应该有事情 那至于有什么事情呢 就陈天宁跟蔡凡熙 两个人要去解答这整个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以凶宅为题目来说 她也算是蛮特别的一个想法 刚刚的那个 Nature这个AVD王 是8集而已 对不对 那幸福房屋事件部呢 我记得是14集 14集 好像我刚刚也有看到 我记得14集 对 全剧共14集 对啦 你看那个幸福 她除了Netflix 好多地方有播 还有三立都会台 对对对 中市也有播 对 CashPlay Plus也有 爱奇艺的国际站 还有中华电信 也都有 感觉 这两部连续剧都是非常特别的 一部是香艷刺激 另外一部就是 大家都会很有兴趣的 只要讲到房子 大家都有兴趣 之后还可以来 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房子的影集 我也可以再来讲 我觉得蛮妙的 最近好像突然间好几个 都是跟找房子有关系的 可见房子在国人心中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议题 没错 好 再来我们就来看电影 然后最近的抢挡芯片 有三部 我本来是要去看这部 但它6月13号才上 我前两天本来想看 叫做《脑筋急转弯2》 好 先来讲这部 这部呢 因为对全部的媒体 还没有正式的试片 只有播放部分的片段出来 我觉得这一次皮克斯 应该是对这个片还蛮有信心的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脑筋急转弯》这个片的一个由来 这个片是当时的导演 Pick Doctor 当时呢 他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小女儿长大了 那大家还记得第一集吗 他就觉得 他觉得他的小女儿的一个情绪 反复无常很难拿捏 他就觉得说 你以前很可爱啊 那怎么现在变得 有点难搞 那那个有点可爱呢 大家还回想一下 Pick Doctor的前一个制作的电影 叫做《怪兽电力公司》 当时呢 里面那个很可爱阿布 阿布就是他以他女儿为原型 做的一个小角色 而且当年阿布 就是他的女儿自己去帮他配音的 因为他配音没有几句台词 布 麦克瓦斯基 大概只有这两句而已 对 所以他当时做Inside Out的时候 是因为觉得 我的女儿从 当时的鸦鸦学语到 因为《老金讲》第一集 应该是大概是六七岁左右 他就觉得说 欸怎么长大这么多 然后变化很多 所以他帮他设计了五个情绪的角色 在控制来历 这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 大家还记得吗 什么悠悠啦 乐乐啦 然后 驾驾啦 然后 艳艳啊 还有怒怒 那样子 那这个几个设定呢 我都觉得还蛮可爱的 但是这一集呢 他就把他的来历的角色 变成他已经到了青少年时期了 你知道到那种青少年时期 什么东西都讨厌 什么东西都不想要管 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 都是另外一个成长的阶段 所以在这一次脑筋极小碗2里面呢 就塞进了更多不同的新的角色 比如说还有很焦虑的焦焦 还有很雅目别人的那一个 我现在还忘记他的中文的缩写 也要他们叫什么 是木木吗 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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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加入很多新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又可以反映出 我们确实人在面对情绪上 你一定会有很多变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讲说 最嫉妒 嫉妒是让人家 不然说说想说 黑粉比铁粉还重要 有没有 我讨厌你 那些人其实是最真诚的粉丝 这些很奇特的情绪 都会在这一集里面去传达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 应该是蛮多人很期待的 好 脑筋极卷2 极卷2 基本上就是一个青春期版 对不对 对青春期版 应该就到青春期版了 不会再有下一个了 好 这是Livi13号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这一部叫做 金孙暴富功率 我有看到他的预告 他预告剪的蛮平时的 对这个片 他是泰国电影对不对 对 他目前是泰国的 现在的影史的 新的一个票房奇迹 真的假的 因为我看他剪 因为我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看到他剪那个 预告的时候 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 很小品的一部电影啊 对啊 但他却是能够勾勒出很多人的共同的心声 就是 这个片呢 因为他的这个家族呢 是 你知道泰国很多都是 从潮州移民过去的华人 对 他就是以一个 从潮州移民到泰国的华人 当一个背景 然后主角就是一个 Belkin呢 就是一个算是韩国蛮 泰国蛮知名的偶像 偶像就对了 然后他在里面 饰演一个很软烂的孙子 嗯 那因为看到自己的表妹 嗯 他的表妹呢 照顾阿公 照顾得很好 我有看到那个预告 就像他阿公就 嗯 再见的时候就把他的一些遗产都留给他 对 所以这个金孙就觉得说 那不如 我去照顾生病的阿嬷 搞不好阿嬷也会留钱给我 讚这样子 其实就是一种比较 用年轻人 他又有短视近历 然后又好高骛远 那软烂躺平 觉得说我也想要一气发财 那既然阿嬷都没有人要照顾 那我去照顾好了 我因为我想要得到阿嬷的遗产 这一类 其实出发点都是比较 公立主义的 对 但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写这个角色 他才会有成长的过程 对 所以他去照顾阿嬷的过程里面 他就发现阿嬷 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其实也很合理 就包括我们自己在跟 长辈互动的过程 你也不太可能完全的 了解你的长辈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跟长辈之间的生存的 成长的背景 相差十万八千年 那相差好几个十年的 所以你不熟悉你的阿嬷阿公 是很正常的 但是当阿公阿嬷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 请问又有多少人 可以当那个照顾的孝子跟孝女呢 其实有障碍的 因为可能第二代都要忙于工作 第三代可能年纪都还小 你说要孙子去照顾阿公阿嬷 确实有点困难 但是呢就是在这样子孙子 照顾阿嬷的过程里面 他看到阿嬷很多不为他理解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知道了阿嬷 他为什么是这样对待他的这些长辈们 因为他阿嬷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你也知道吗 传统社会很多人 其实是有一点重男轻女 结果没想到 两个儿子都不太能照顾妈妈 总而言之呢 这就是最后 我想他 因为你知道泰国 我觉得泰国电影很有趣 我对泰国电影来说 我觉得他们 他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当然除了鬼片之外 泰国的鬼片是真的 真的是一个极致的恐怖 拍的真的极致的好之外 对 很多那种 刻画人性深层情感的东西 他其实做得不错 他其实做得不错 那所以这部你说 现在已经是今年最高票房 在泰国最高票房的电影 还是《影史》 目前是《影史》 目前写说是《影史》前三 前三喔 因为他还没 他还在继续演嘛 所以不晓得说 对不晓得会到哪里 好 金孙暴富攻略 没太多人 对我也是 太有感 落泪 好 最后赶快剩2分钟 3分钟时间 好 这个便是一个印尼的鬼片 印尼喔 对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那个 我们横跨世界各地 对啊 从西班牙 台湾 美国 泰国 印尼 我们就是很少整个地球了 对对对好 这个票房标卖破亿 东南亚恐怖芯片鬼列号 鬼列号 用台语列 鬼列号 鬼列号 好好好 这到底在讲什么 对你就把它当成是那个印尼的 时速列车 然后因为这个片在印尼也是卖的下下轿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你们因为这种片你知道越少越好 而且看鬼片 真的因为看鬼片的观众就是 你什么都不要告诉我 所以他只打算用30秒来介绍 介绍他 也不能说30秒 因为这片我也还没看啊 你还没看 我也还没看 对 但他他可以就是应该讲他卖的这么好 他甚至票房破 就是说破木啊 破木在韩国 就是说在当地啊 卖的很好 就是说在东南亚这边 在印尼这边上映是剩破木 破木我也还没看 那片你一定要看 我知道我有听说了 对 然后这个你就把它当成是韩国版的那个 失速列车 印尼版的失速列车 对只不过他更灵异 这样子他不是真的僵尸跑出来 对 所以 因为这个片上礼拜已经演了 所以呢 我知道鬼片的观众是一个很特定的市场 他们一直在找寻市场上 有没有更新鲜的题材 他们也想要看看的 所以我觉得 这片很推荐给想要看鬼片的朋友们 进去看一下 好可怕 我光是看那个介绍 我就完全不想走进去 你怎么这样 因为很恐怖 因为我很怕鬼片啊 我超怕鬼片的 而且这部是感官刺激相当强烈的 我看他的描述啊 片中充满爆头戳眼碎身 杜破长流等超限制集画面 都成功吸引到百万人兴奋朝圣 因为这个火车题材令人深感共鸣之外 还有刚刚我所说的那些感官刺激非常的强 因为印尼就确实在火车的历史上 发生过多起的意外事故 真的喔 所以他们 就是在普达逊诺里面有提到 所以他们也就 以此为一个改编的一个依据啦 所以把这个片呢 又融合了都市传说的概念把它做出来 哇 所以这是很难看到印尼的电影 我们比较熟 不多 不多 但我觉得慢慢的东来亚很多的作品 也都会引进到台湾来 因为台湾也有非常多很辛苦的 新移民新住民还有的移工的朋友们 有他们喔 我们台湾有不同的文化风情 好 所以这个 幾天好 幾天好 6月7号就已经上了喔 所以现在电影院就可以看得到了 喜欢鬼片的人可以去挑战一下 自己的这个 对于恐怖片的耐受度 今天非常谢谢西关姐 谢谢西关姐 谢谢大家 谢谢 明天再见囉 拜拜 就爱点你UFO